明述记第十六章 立位的曾孙、戈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 和刘本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滩、雅比兰 与比勒的儿子安 带着人来反抗摩西 还有以色列人中的二百五十个人 就是会众的领袖 会众中被选出有名望的人 他们聚集起来反抗摩西和亚伦 对他们说 你们太过分了 全体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你们为什么高抬自己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摩西听见了 就脸浮于地 对可拉和他的同党说 到了早晨 耶和华就要使人知道谁是属他的 谁是圣洁的 就叫谁亲近他 谁是他拣选的 就叫谁亲近他 你们要这样做 可拉和你的同党 你们要拿香炉来 明天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 把火盛在炉中 把香放在上面 耶和华拣选谁 谁就是圣洁的 你们立位人太过分了 摩西又对可拉说 立位人啊 请听 以色列的神 把你们从以色列会众中分别出来 使你们亲近他 办理耶和华账目的事物 又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供职 耶和华又使你和你所有的兄弟 就是立位的子孙 一同亲近他 这在你们看来是小事吗 你们还要寻求祭司职份吗 所以你和你的同党聚集起来 反抗耶和华 亚伦算什么呢 你们竟向他发怨言 摩西派人去把以利亚的儿子大滩和雅比兰叫来 他们说 我们不上去 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的地带上来 要在旷野杀死我们 这算小事吗 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 况且 你没有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的地 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做产业 难道你要把这些人的眼睛挽出来吗 我们不上去 于是摩西大怒对耶和华说 求你不要悦纳他们的礼物 我没有夺过他们一头驴 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 摩西对可拉说 明天你和你的同党以及亚伦 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你们个人要拿着自己的香炉 把香盛在上面 你们个人要把自己的香炉 带到耶和华面前 共250个香炉 你和亚伦也个人拿着自己的香炉 于是他们个人拿着自己的香炉 盛上火加上香 与摩西和亚伦一同站在会幕门口 可拉招聚了全体会众到会幕门口 来攻击摩西和亚伦 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体会众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要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扎眼间把他们吞灭 摩西和亚伦就俯伏在地说 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 一人犯罪 你就要向全体会众发怒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会众说 你们要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账目的四周 于是摩西起来 到大滩和亚比兰那里去 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了 摩西告诉会众 你们要远离这些恶人的账目 凡是他们的东西 你们都不可摸 免得你们因他们的一切罪恶同遭毁灭 于是众人离开了可拉、大滩、亚比兰账目的四周 大滩、亚比兰就带着妻子、儿女和小孩出来 站在自己的账目门口 摩西说 由此你们可以知道 我做这一切事 是耶和华派我做的 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心意 如果这些人死亡 像一般人死亡一样 或是他们所遭遇的 像一般人的遭遇一样 那么就不是耶和华派我来的 如果耶和华做一件新事 使地开口 把他们和他们所有的都吞下去 叫他们活活地下到阴间 这样你们就知道 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 摩西说完了这一句话 他们脚下的地就裂开 地开了口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以及一切属可拉的人和财物 都吞了下去 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 都活活地下到阴间 地在他们上面合避 他们就从会众中灭亡了 在他们四周的以色列众人 听见他们的呼叫 就都逃跑 说 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把那现象的二百五十个人吞灭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亚伦祭司的儿子 以利亚萨 叫他把那些香炉从火中拾起来 把火撒在别处 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 那些自害己命的人的香炉 也是圣的 你们要把他们垂成薄片 用来包盖祭坛 那些香炉 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 所以已经成为圣的 并且可以给以色列做见戒 于是 以利亚萨祭司 把被火焚烧的人 献过的铜香炉拿起来 叫人垂成薄片 用来包盖祭坛 给以色列人做见戒 叫不是亚伦子孙的外人 不可进前来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免得他向可拉和他的同党 有一样的遭遇 这是照着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以利亚萨的 第二天 以色列全体会众 都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 你们害死了耶和华的子民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 他们转身向会幕观看 见有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出来 摩西和亚伦就来到会幕前面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们要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眨眼间把他们消灭 他们二人就俯伏在地 摩西对亚伦说 你要拿着香炉 把坛上的火盛在里头 又加上香 快快带到会众那里去 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震怒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瘟疫已经开始了 亚伦照着摩西吩咐地 把香炉拿来 跑到会众中间 果然 瘟疫已经在人民中间开始了 他就加上香 为人民赎罪 他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除了因可拉事件死亡的以外 因瘟疫死亡的有14700人 亚伦回到会幕门口摩西那里 瘟疫已经止住了